中中跟南北 没有系 不过没有关系 我们清单可以自己进 那建立的方式的话 直接在这个表单上点两下 然后呢 它会跳出什么呢 它会跳出 这边有个user form 对不对 那请你把这个地方改这个 本来它是change 你把它改这个 就是这个activate 就是activate 就是当它被 当它有动作的时候 它就会把清单加进去 或者是另外有一个 你们好像 这个是一个事件 当表单被活动的时候 或者是另外有一个 我发现initialize好像也可以 把程式写在这里 initialize就初始化的时候 初始化它就会怎么样 也可以 两个事件应该都可以 加在activate跟initialize 其实这两个好像都可以 因为这两个事件都是 当表单被载入的时候 它一定会触发这两个事件 OK 然后分别怎么样呢 把cmba 后面加atitem 然后分别把玩具 加进去 我想这东西应该没有问题 然后呢 再把那个清单加进去 把它run一下看一下 点下去 点下去 没有问题 但是如果说你今天点下去 如果玩具 这个就要怎么样 显示出那个单价的话 那这个应该也不难 因为它是触发一个什么 事件 当它change的时候 这个地方就要change 然后这个到时候再把数量打上去 不过数量应该也可以把它改为下拉的啦 如果你下拉的话 最多就像说你在线上购物一样 它好像最多只能买10个 超过10个你跟它变成下一个订单了 也许如此类的 这个 然后最后的话按确定 这个数量就要把它出 就是按确定之后的话 这个小记就要出来 并且把一笔资料新增进去 那再来编号要自动帮我编上去 这个部分的话该怎么做 我想这个地方 各位再试着把它 再思考看看 那刚刚讲的就是 一书重复之后加进来 然后再来就小记 新增一笔资料在做编号 OK 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试试看哦